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我要比你强 谈雾峰林家的林文明 林文明是谁 林文明是林文查的弟弟 那我们之前谈了好长一个时间的林文查 那我们知道在雾峰林家这个林文查备受尊崇 可是这个弟弟林文明却在这个祖谱或者是很多的资料里面都没有任何的记录 为什么两个兄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两个死去的方式不一样 哥哥林文查是殉国 他是在对这个太平军的战争里面战死 可是弟弟林文明呢 却是在官制 却是被官方给猝死的 那我们上次有提说 这个林文查他是在同志三年1864 11月3日在张州这个地方战死 死的时候是37岁 六年之后的同志九年1870年3月17号 林文查的弟弟林文明 他在彰化县的公堂突然被就地正法 算一下他的年龄 他是在道光13年1833年9月24日出生 然后在同志九年1870年3月17日被就地正法 所以应该也是37岁 那因为林文查是殉死 所以清朝廷就授给他刚明这样的一个庙号 还封给他世袭的七都尉的头衔 后来在张州还有雾峰都有建立专辞来祭祀他 那朝廷还把他的传记列入将军列传 他的祖先还有后代都因为林文查受到尊崇还有辟印 可是相对于林文查 这个林文明因为他是被官方所处使 他是罪犯 虽然他在生他生前曾经拜过副将 但是在他的族仆里面都没有立传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看了解这个林文明的生平事迹 只能透过其他族人的连带记载或者传闻 还有在官书跟一些诉讼的资料里面把它重建起来 问题是林文明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 会在彰化县的公堂被就地正法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来聊的 林文明在官方文献里面的形象 按照美国学者Maskier的研究 他指出说林文明他在死后 因为他的死然后有很多的诉讼案件 那在这个案件里在这些资料里面 他的形象都被扭曲 所谈的都是说他掠夺林社 他粉烧房屋 他偷窃土地 他凌辱妇女 那这个Maskier就说 这个林文明变成了他哥哥林文查 许多罪行的戴罪羔羊 当林文查被入室在庙宇里面 延然一种英雄形象的时候 林文明他却必须承担林家 所招惹来的所有的怨恨 所以这样看起来 两个兄弟死后的评价 差别真的很大 那当然接着我们想来看看 就是说 同样身为雾峰林家 在台的第五代传人 这个哥哥林文查 生前拥有这样的圣名 然后死后又享有哀荣 那身为弟弟的林文明 在哥哥突然过世之后 他接续成为雾峰林家 大方的领导人 他应该是很有压力的 那究竟呢 林文明会怎么样带领这个家族呢 那我之前谈说林文查的时候 我说林文查是把雾峰林家 推向高峰的人 那林文查的死 对雾峰林家来讲 不仅是林家辉煌官换事业的终结 而且导致了继二连三的挫折跟灾难 那如果照我这样的讲法 那看起来林文明应该是没有什么作为吧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力吧 应该不值得什么样的探讨 或者是书写吧 可是问题是 如果林文查一死 然后这个家族就后继无力 那那些本来跟林文查为敌的 这些福建官员们 或者跟林家有仇的 这些台湾中部地区的 其他地方土豪们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毫无威胁了 只是为什么林文明在 林文查死后的第六年 却被官员们在彰化县的公堂 就地正法 这里面表示一个问题是说 应该是林文明在相当程度上 还是很强的 所以对这些他的仇家们 应该是没有办法容忍 这样的一个强人 那至于林文明是怎么样的一个强法 为什么遭到这样的一些官员们 或者其他地方土豪们 这么样的不容他存在 而要对他就地正法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以这个哥哥 我要比你强 来谈雾峰林家的林文明 看看林文明在林文查之后 他到底怎么带领这个家庭家族 那如何扮演他身为这个家族领导人的角色 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在节目中跟各位来探讨的 那我们先来回头来看这一对兄弟的感情 那我之前有谈过说 他们这个兄弟其实感情不错 因为在他们的父亲林定邦被杀去世之后 那林文查兄弟 他们就没有像他的阿公林家隐 林家隐是在生前就把财产都分掉 那他们没有 他们就是财产不分 然后就成立了林本堂的家号 那这一点是很特别的 那可能他们感情 他们兄弟的感情真的不错 他们不愿分产 而且其后在他们整个军事的生涯里面 两个也都形影不理 就早期林文明跟着哥哥林文查的经历来看 我们先前谈的都是哥哥林文查的部分 那这个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那林文明在跟哥哥的过程里面 他的一些状况 按照这个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就是在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林定邦 在道光28年1848年遇害之后 那他就和他的哥哥林文查 一起从事为他父亲报仇的行动 然后两个也都因为官府通弃而逃亡 然后在他哥哥参与了这个小刀会之役 哥哥是戴罪立功 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 他戴罪立功参与了这个小刀会之役 那林文明应该也有参加 那林文明在咸丰六年1856年五月 他曾经被送到县府去考试 那当时的这个台湾到台间学正史遇夺 就把他进取为彰化县学五乡 所以这个林文明他曾经是彰化县学的五乡生 那在身材体型方面 林文明比较魁梧 他哥哥林文查比较短小 所以看起来哥哥比较像文人 那弟弟比较像武人 那在专长上面 哥哥林文查比较多模 那弟弟林文明就比较骁勇善战 所以在林文查的这个军事的一些行动里面 那林文明是他哥哥一个很大的助力 这是他在早期跟随哥哥的一个状况 那后来我们知道发生了这个戴朝春之役 那在这个戴朝春之役的时候呢 这个林文明他也立下了不少的战功 他在咸丰十一年 当然他在戴朝春之役之前 他也跟着他哥哥到大陆去参与了这个太平军之役 那在太平军之役里面呢 他就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 清军克服福建省听筹武平连城之役里面 那他带着他的台用连克两城 所以他就被获升为千种 留在福建 他们有一个关系很好玩 叫做谨先不用 就是未来有什么样的机会 他可以马上被录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到同志元年1862年 在元浙的行动里面 他又跟他哥哥一起 然后以寡敌众 大败了太平军 而且又攻克了浙江省的岁昌 然后在四月到六月的松阳跟宣平战役里面 他们又合力的克服了松阳跟宣平两个城 那因为他屡建战功 所以他后来在同志元年的上半年 他就被升为参将 那之后在同志元年1862年3月 因为台湾爆发了这个戴草村事件 那我们之前谈过 这个事件因为涉及雾风凌驾 所以林文察很担心 可是因为林文察在忙于在太平军之一 他一时也不能随意的离职 所以就由这个弟弟林文明就出面请求 领这个台勇回来台湾 那林文明回来台湾之后呢 虽然是参与了这个戴草村之一 可是因为军饷还有军需跟安家营的问题 跟福建省一些官员们有争执 不过不管怎样讲 因为这个戴草村之一 因为涉及到雾风凌驾的寺院跟利害关系 所以林文明当然也非常的尽力在参与 所以有几场战役 比如说他们攻占石缸仔 葫芦敦 四张礼 还有大礼义 这几个地方都是在今天的台中 那在这些战役里面 林文明跟他的叔叔 连殿国都出离不少 也立下了战功 那等到同治二年 1863年 那林文茶带着台永回来台湾 平定戴草村之意的时候 那当然林文明也就继续跟着哥哥林文茶转战 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四块错之意 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地方 这个战役 四块错就是在今天雾风乡的四德村 那也在这个战役里面把戴草村给歼灭 这样 那因为战功卓著 所以他在同治三年 1864年3月23号 就清廷就准与他免补参将 直接升为锦先不用副将 后来又获赏戴花林 所以以上看起来 林文明在官图上也跟林文茶一样 因着参与朝廷的评乱 那获得了一些官显 那等到同治三年 1864年 我们知道在这一年 这个林文茶奉令 内渡大陆协办福建军务 那在6月15号 林文茶就在梨头殿 就是今天台中市南屯区那个地方 他要回大陆了 所以他就把他的军务 移交给台湾镇 台湾道 那他要离开台湾之前 他就做了一些安排 就是把这个教坪 内山军务的这个职务 交给了林文明办理 那在他要走的时候 7月26日 他就再次的要这个林文明 换上新的印戳 那就开始负责办理内山的军务 看起来这个林文茶 对林文明有所安排 那林文明应该可以趁这个机会 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可是呢 从事后的事实看起来 这一段的这个安排 却是林家兄弟先后步入死亡之途的开始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次的节目里面有谈到说 这个林文茶他之所以被调回福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跟订阅件 甚至跟福建官员的不和 并不是因为福建那边有军情紧迫 所以林文茶在行前 他帮他弟弟安排的这些军事上的职务 他有跟这些福建官员们商量 他们也都答应了 那为什么答应呢 按照这个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当然林文茶的想法是希望 借着这个林文明还可以掌握台湾的这个军权 那能够跟订阅件来抵抗 但是事实上呢 在林文茶内渡大陆不久之后 那订阅件就曾请福建巡抚徐中干 借出林文明的军权 就把他的军权盖由当时的台湾镇 叫做征元府 还有就是这个丁约件 他是台湾道 有他们两个来接掌 那所辞的理由呢 是说以本地之人办本地之匪 这样容易生嫌隙 所以呢 他们就跟官 就是跟这个官方要求 就是把这个林文明的君子给解除掉 那这样的一种要求呢 就在林文茶离开台湾 两个多月之后的十月五日 清朝廷就遵许了 然后也就把这个林文明的君子给解除掉 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那奇怪啊 当初为什么要答应 让林文明来接掌 其实呢 可能是丁约件跟许中干 这是黄富山教授的观察跟研究 他说可能是丁约件跟许中干 他们认为林文茶都不 如果不答应他一些事情 他就不赶快离开台湾回到大陆 所以因为林文茶想要把这个君子安排给他弟弟 他们就先答应了 那等到林文茶回去之后呢 他们就把他解除掉 这是这样的状况 那对林文明来讲 这些原来林文茶已经帮他安排好的职务 却在他哥哥走后的两个多月就被解除 而且呢 接着在11月3日 林文茶就死了 所以他们家族里面 原本跟这个官场维系的这个管道 就一一的被切除掉了 那少了原本在官场的优势 那林文明他要怎么样来带领他的家族呢 何况呢 林文茶其实留给他的 除了那些看起来很冠冕堂皇的一些 什么功勋之外 其实林文茶还留给他很多负面的资产 包括他生前跟福建官员之间的恩怨 还有跟地方土豪间的仇恨 那这个林文明到底该怎么来因应呢 作为林文茶的接班人 到底这个林文明算不算适当 按照这个美国学者Maskier的研究 他说 如果就林文明跟林文茶的关系来看 林文明这个哥哥林文茶 他是非常中意他这个弟弟的 因为他哥哥林文茶觉得林文明是一个很能够吃苦耐劳的军人 勇气十足身体健壮 具有这个土豪的尊严 还有这个报仇心切的态度 但是呢 林文明看起来比较缺乏他哥哥的军事财法 然后他在跟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脾气比较不好 他常被批评就是说 他的脾气粗鄙傲慢 不守理法 就是很有地方土豪的那种豪气吧 可是看起来就比较粗壮 就是比较容易做出一些比较不理性的一些事情 可是虽然这样 可是这个Masky他认为说林文明也不能算是一个满汉 因为他长期跟了他的哥哥林文茶这样的经历 也让他具备了跟林文茶相等的权威还有经验 所以在哥哥林文茶死后 他也能够顺利的继承 然后领导他的家族 成为雾峰地区最强的土豪 还有林定邦后裔大家族的组长 那从这时候开始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很多官方的这些关系 所以雾峰林家的发展路线 按照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从这个林文茶就是死后 他们开始就调整了这个方向 那他们怎么样的调整呢 其实林家他们本来这个经济价值的取向就比较强 他们当初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打入这个官僚体系 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拥有很雄厚的资产 那在他们任官当中 其实也都很不忘情去积累他们家的这个继续 那再者呢 因为这个林家跟订阅键 还有这些福建官员之间的冲突 越来越剧烈那整个官图看起来就越来越暗淡 所以他们就进一步的把他们目标放在经济 就是放在致富的方向 所以从这里开始呢 林家大概就一反过往 他们以捐资推动官业的这个作风 转而以协助平乱来扩张他的财富 那强化他们生权的一种经济基础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到News9898讲堂 欢迎回到News9898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分享的主题是 哥哥我要比你强 谈物丰林家的林文明 林文明是林文茶的弟弟 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 因为这个林文茶战死之后 那整个林家在跟官方的这个关系 慢慢就比较减弱 所以整个在林文明领导下的这个家族 他们就开始调整了一些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林文明到底是怎么样带领这个家族 继续扩展 第一方面就是他们继续在经济力量上面的扩张 我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林家他原本的经济价值取向就很强 其实不只是林家 按照这个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那自来在台湾致富的机会 还有管道 本来就比在大陆还要多 我们常说什么升官发财 升官发财 其实在当时的台湾 根本不一定要经过升官的途径才可以发财 因为清代时期的台湾 他算是在边陲 那中央政府或者省衙门的这个 根本是没有办法对他边长莫及 那很多地方官苟且敷衍 所以导致公权力不脏 所以在台湾的这些地方土豪们 他们比较容易自由发展他的理财本事 所以他们的这个发财的本领是蛮高的 OK 那在林文查时期的扩张 那像正如之前这个订阅键 他不断的在控诉 他说林家趁击 趁这个平乱的良机 加强自己土豪的力量 那我上次也讨论说 这个指控到底是不是属实 那按照这个美国学者 Masky他的研究 他也特别指出说 林文查在回台平乱的那一段时期里面 林家的家产的确扩展了许多 那主要的来源都是那些 跟林家作对的其他地方土豪 所以就林文查他身为地方土豪来讲 那他趁机积攒了财富 跟巩固他们家族的势力 那当然就是 就是符合他做一个地方土豪的心意 还有大家对他的期望吧 那至于这个林文明时期呢 按照这个Masky的研究 他说林文明 他的这个平乱的任务被解除 军权被解除之后 那他当然就没有办法 像他哥哥林文查时期 可以得到很多公费的资助 那他的军队呢 也变成纯粹是私人的武力 那他们要扩张土地 当然也就少了可自利用的一种 平乱借口 那是这样吗 其实按照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好像事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那个最讨厌林文查的定约件 他在这个平定北四南的战役里面 他又启用了林文明 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说 定约件他找了一个借口 他说用本地人来办本地之匪 一生嫌隙 用这样的理由 就已经把林文明的军权给解除掉了 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又要启用林文明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机会 林文明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各位听众你觉得林文明会答应吗 他答应了 为什么他们的盘算是什么 这里面当然值得我们玩味的是说 定约件打的算盘是什么 那林文明的打的算盘又是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定约件打的算盘到底是什么 按照这个黄富山教授的研究 因为定约件他从一开始来台湾 还有在平定这个乱石的过程 一直到他最后把这个林文权给逼回中国 他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独领 就是独占这个功劳 甚至连当时台湾的总兵林元甫要求参战 他都拒绝他 他就说你不用来帮忙 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是说定约件当时是台湾的倒台 他是文官 他却带兵在征教 可是台湾总兵征元甫 他是武官 就跟他说你守在府城就好了 你不用出来参战 所以可见定约件 他很想要在这个台湾之义里面 他真的想要独占这个功劳 那当然因为定约件是福建巡抚 徐中干的宠幸 所以他权力很大 他想要独享战功 大家其实也没办法 但是问题是说 他在整个这个战役里面 他其实是需要林文明的协助 那当时林文明也真的协助他 那当时林文明协助的方式 是提供了两项助力 一个就是提供大炮一尊 然后帮着他去攻打这个北士兰 那第二个就是率领他的兵 他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武力 然后去攻破这个万斗六一带的红氏村庄 不过所有这个林文明帮忙的这些事情 在后来定约件的这个向朝廷的解报里面 知智未提 他受奖的官员名单里面 也都没有包括林氏的族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说 除了说我们知道定约件 他长期对林家有很大的不满 还有很大的怨恨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已经跟朝廷报告说 不要用台湾人来处理台湾的这些盗匪 那你现在还用 这恐怕又犯了弃君之罪 他可能就因此就不报了 就是不把林家参赞的事情 所以我刚刚说定约件打的算盘 可能是说 他要一方面利用林家的力量来协助评乱 可是一方面他又压制他 让他没有办法出头 我就不给你报功勋 你就不能升官 这可能是定约件打的算盘 那至于林文明 他为什么要答应来参与这个协助呢 而且他后来整个他们的功劳 又完全被定约件把他给就是抹灭掉了 后来又被压抑 难道他不生气吗 林文明有没有生气不知道 不过就现实的来讲 他也赚到了一团 因为接下来的一团他赚到了 而且是大团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机会参与了这个善后的这个处理 因为当时只要平乱之后 就是就是对手的判惨 还有治安的问题 你就可以参与处理 那因为长期以来 这个军想永想的问题 就是拿不到这些 就是他们的这些参与平乱的这些军人 都没有办法领到薪水 这些事情是林家跟官府 长期不合的原因之一 那当时就是说整个这个 林文明参与平定这个北四南之后 那对于那个地区的这些判惨 那台湾之府陈妙烈 他就为由林文明来管理万斗六的这个 这个红姓家族的判惨 可能含有这个酬长的意思吧 那对林文明来讲 万斗六地区的这个红家 是他们林家的主敌 长期的这个就是对敌对者 所以于公于私 林文明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家族 那既然是这样 所以等于是说 一方面是丁约件要求他参与 二方面是他们自己本来就跟这些红氏家族 本来就有这些仇恨 所以就在这个同志四年 1865年 那他们就参与了 而且就住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有机会压制这个红姓家族 又可以趁机谋取这个利益 所以可见林文明打的算盘是说 他一方面顺从丁约件的意思 一方面他就暗中成绩去消除他自己的主敌 然后来扩张林家势力还有利益 而且建立他独霸中部的地位 所以他虽然屡次被丁约件把他给压抑 甚至呢把他们的功劳给抹灭掉 他心里很不甘 那没关系 他就图取这个现实的这个利益 来作为补偿 这也许这个四定文明 这个林家的新领导人的发展之道吧 可是就我们前面这样看起来 丁约件跟林文明之间的互动 按照黄富山教授的观点 他说这个显示 就是丁约件所代表的官方 跟林文明所代表的地方生权之间 有一种共利又相克的关系 就是互相牟利 可是又彼此互相 就是等于是互相抵制这样子 只是在这样的一种官身各怀鬼胎 各有图谋之下 会产生这样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就有待我们接下来继续观察 而且在刚刚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有一点嫌疑就是说 丁约件他为什么可以容许 纵容这个林文明他们家族 就是独自把这个足底那边的这个利益 都把他就把他独占起来 而且说这是我自己的报偿 这叫做私 应该这个可以有一个名字 叫私占叛产这样 而且到后来林文明被控告 就是说他独占叛产 而且他说他去占领别人的土地 其实就是指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而且更加深林家跟他足底之间的冲突 甚至成为后来官府压制林家的理由之一 所以看起来这个丁约件 好像有意把他给养大 然后再来把他给压制掉 那反过就是再回来看看 就是说林文明他在这个时期里面 他趁机扩张家族的土地的机会 这当然是一个 而且也因此把他们整个家族扩大了 就是整个他们在台中地方的生权 就变成非常的巩固 那除了土地的经营之外 林文明又在他的这个 祖先林文石发基地大礼仪投资的店铺 还有在台湾各地 还有大陆很多地方 都购入了大量的房产 所以从这一段来看起来 虽然林家在官途上受到了阻碍 但是他们借着过去 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 他们仍然全力来扩张经济力量 成了中部地区的头等富户 所以看起来林文明还真的不是太简单的角色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再回到 news 98 98讲堂 欢迎回到news 98 98讲堂 我是洛芬美 我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哥哥我要比你强 谈悟风林家的林文明 林文明是林文查的弟弟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 在林文查他战死之后 那林文明如何带领他的家族前进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记录里面 林文明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记录 可是呢 其实林文明照讲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弱的 所以我刚前一段呢 特别讲到说 他如何在经济力量上面 带着这个家族前进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看一下 他怎么带领他的家族 在社会跟影响力方面继续的提升 按照黄富山教授的研究说 传统中国的地方社会 都是由官生所共治的 那中国人的理想当然是进则为官嘛 退则就为生 那林家不管是任官或者退官 他们都致力在士生地位的取得 还有巩固 那这个林氏族人呢 当然有很多人取得官职还有荣贤 那在之前呢 这个林文查跟林文明 他们两个在官换上面的这个顺遂 那林家当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 台湾地区最高的这个士生家庭 那当然家族要生存要发展 这是一定的 只有当时来讲 特别是在道光年间之后的中部地区 因为这个逐渐 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家族之间的卸斗 越来越恶化 所以你要怎么样借着这个家族跟宗族的组织来凝聚财力 然后团结人力 那这样才能够保障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在林文明的时期 他怎么样在巩固他们自己林家的这个地位上面 他怎么来做 林家他成立这个祭司工业 那祭司工业他们很早就有成立了 那当然一方面成立这个祭司工业 一方面要缅怀祖德 那更实际的理由 当然就是为了要对抗林族 争取族益 所以这个他们会不断的借着这个家族跟宗族的活动来扩大 那要扩大这个家族的这个方式 有一种方式就是借着这个后葬 来展示这个家族的财力 甚至借此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 那我们上次讲说这个林文茶他死的时候 其实尸骨根本都找不到 可是在同治五年的时候呢 这个林文明还是到张州去 把这个林文茶的灵鹫给迎回来 那其实林文茶根本就没有找到任何尸体 所以就做了一个木刻像 把他放到棺木里面 然后把他就是迎回来 那归葬在这个万斗六的道飞凤山 那木种非常的壮观 那这当然也是向人各地显示他们家族的这种财力 那另外呢 我前面谈到是说 这个建立这个祭祀工业 还有这个建立这个宗旨嘛 那在这个林文明时期 因为他们早期所建立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宗旨呢 这个坏掉了 所以当时这个他们的主人林志芳 就商请这个林文明出来重建 那由林文明担任董事 那林志芳担任副董事 就把他们家里的宗旨 他们原来是盖在这个台中大理内新东升村 那个附近就当时叫做新庄 然后就把他移到今天台中东去 叫做汉系这个地方 那林氏宗庙 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开台组型的工业 那林家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他们的这个子孙 从包括整个林史 对他们的祖先林史的这个子孙 把他结合起来 然后来维护 还有扩张他们林氏的权益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那除了在台的这些活动之外 他们也参与了这个 他们唐山族的这个宗族的活动 那进一步整合他们同姓乡人 就包括在大陆的林家 这个把他整合起来 那这有助于他成为更强力的地方领袖 那据这个黄富山教授的推测 他们林家之所以能够招募很多的子孙 去参与清廷战役 主要是来自这个管道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家庭 你的家族活动 除了这个血亲之外 还包括姻亲 所以你怎么样去加强 你的这个家族的势力 有一种就是要靠你跟旺族联姻 那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在同志八年1869年 林文察的长子林朝栋 他就娶了这个杨水瓶为原配夫人 那这个杨水瓶 他是台湾中部旺族杨志生的后代 他们家家族很家教非常的良好 那听说原来这个杨氏 这个杨水瓶 他不愿意下架一个五父 因为这个林文察的儿子 林文朝栋 他也是一个军人 那但是后来这个杨朝栋 他跟他们允许说 我娶了之后 我会努力去考科举 然后对方才答应 可是无论如何 林家的这个举动 是因为林家已经身为身范之家 所以当然你要找一个门当户 对 而且因为他们家本来都是五人 所以他们如果娶一个 比较文人的家庭 当然可以改善 就是改变他们家里的面貌 不过这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可以玩味的 因为这个 我刚刚讲这个杨水瓶 他比这个林朝栋 大三岁 那当时林朝栋 他愿意娶一个比他年长的夫人 的女人当老婆 可能有经过一些深思熟虑吧 台湾有一句俗言 就是你娶一个比你年纪大的女人 当老婆 其实是对你有利的 这是台湾的俗言 那后来也证明这个杨水瓶 的确对林朝栋的事业 还有林家的这个家务 有极大的影响 而且林家上下 对他都非常的尊崇 后来这个林朝栋 虽然没有向他当初的承诺 跑去扬名科场 但是他后来也致力于 各个官宦的事业 又重振加深 成为台湾历史上 一个很有名的人 那这个是 应该说他这个老婆 杨水瓶 是有一个很大的功劳 不过这一场成功的联姻 身为这个叔叔的林文明 不知道有没有贡献 可是至少这是在他领导下 家庭里面的一件大事 而且对后来林家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把它归纳在 林文明的功劳 那透过这些写亲的 这些宗族活动 还有姻亲的联盟 那整个物丰林家 无疑在林文明的领导之下 也在中部形成了 一个很大的势力圈 不仅仅只是一个大家族而已 那除了这之外 那当然这个林文明 也会很认真的做一些 像地方上的这个扇行 还有什么修桥铺路 新闻教 办救济 主持庙会等等 林家都有参与 那另外更积极 就是参与一些寺庙的活动 因为在清朝时期 这个清朝就是利用宗教 然后对台湾有一些 就是补法律的不足 所以在台湾就参与 这个宗教活动非常多 所以各位如果有留意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 庙里面 他们的那个就是辨额 那上面的落款 就知道哪些人参与 那像这个林文茶 他就曾经对这个台北蒙甲的 龙山寺 有提过一个叫 此极是佛的一个辨额 不过后来被毁掉了 那另外在这个 今天那个桃园归山的寿山岩 寿山岩的观音室 也有一个林文茶的匾额 所以显示是说 这个林文茶 还有林文明他们家族 也透过这种宗教活动 来扩充他们家族 那至于林文明的 这个参与的这些活动呢 我想有一些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下一次再来 跟各位报告 总之就是林文明呢 他在他的哥哥林文茶 死了之后 他开始他在 物丰林家的领导 那虽然他被解除了军权 他也不再像他 哥哥林文茶 死起所拥有的官方支援 但是他仍然将 林家的地方势力 继续的扩张 并不辜负他成为 这个物丰林家 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只是接下来的林文明 还有物丰林家 却是厄运连连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今天节目先谈到这里 谢谢收听 酒吧讲堂再见咯 酒吧讲堂下课 起立 立正 敬礼 谢谢老师 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